来跟你分享扣猪肚的正切制作方法 洗净的猪肚 先过水煮10分钟 再来切比较方便 斜25度角来切比较大片 也比较薄 也不要切太窄 不然等一下缩水又变得很小 切完竟然有这么多 刚好可以做两道美食 准备五花肉 虾仁 马蹄 葱 姜 加盐 胡椒粉 玉米 用绞肉机直接搅打20秒 制作成这样的肉馅 接下来把猪肚整齐的摆上去 再把肉馅填充在里面 技术学到手 小红心点起走 谢谢你哦 这道菜需要用高压锅 隔水蒸20分钟 一会看效果 另外一半猪肚倒在砂锅里面 加点生姜 开水加至9分满 准备一包云南军汤包 这种干货也叫三蒸 里面含有7种食材 用温水泡花5分钟 搭配鸡鸭鸭猪牛羊等肉类煮汤 很鲜美 跟猪肚一起小火煲40分钟 加它搭配的枸杞 调料下盐 就OK啦 寒冷的冬天 包上这样一锅汤 一家大小都可以喝 扣度也蒸好了 猪肚扣肉绒 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米菜哦 做得不好 请供参考 每天跟你分享 好吃的美食哦